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柔为主 柔中有刚 驾驶舒展大方 步伐清零稳健 身法中正自然 内境统领全身 以旁 旅 起 暗为主 踩 裂 轴靠为腹 运动如行云流水绵绵不断 发气时松火弹抖 完整一气 练习时要求以身领手 以腰为轴 缠绕远转 虚实分明 以缠丝禁为核心 外表走弧形 内境走螺旋 整套拳没有平面 没有直线 没有断续处 没有凹凸处 没有抽扯之行 没有挺拔之意 浑然一圆 方为合格 陈师太极拳 从手形上讲 他分为三种 叫掌 拳 勾 掌 他要求是瓦龙掌 瓦龙掌的意思 就是大子与小子有相合之意 掌心要虚 他不是把它这样伸得这么直 掌心是实的 然后他在自然伸展的状态下 保持掌心要虚 所以大子与小子有相合的意思 所以他称瓦龙掌 掌在运行过程中 合的时候 这掌也有合的意思 也有合的意思 然后在开的时候 掌也随着打开 这样子手指上的内气更会饱满 掌它又分 立掌 侧掌 按掌 推掌 拖掌 然后用下 斩手 斩手 然后在手碗上 它有平碗 坐碗 立碗 翻碗 悬碗 等等 在用掌的时候 它有很多种变化 拳 这样 太极 陈氏太极拳的拳 它讲 拳入扁柄 所以意思 就四子卷曲 大子窝在四子的终结 形成这样一个拳 所以能把拳能卷起来 但是在发力之前 这个拳不要钻得太紧 钻紧的话 影响了你手臂的放松 所以在虚净的时候 要求是虚握拳 到你净里到到顶点的一瞬间 再握紧 这样子 到顶点以后 这一瞬间 拳握紧马上就又放松了 拳 它有 向前为冲拳 然后还有这个 撩拳 杂拳 等等这些拳法 有单冲拳 双冲拳 各种这样左右杂拳 等等这些拳法 所以总而言之 都要求周身放松 力打 力打 拳骚 无论是用掌 用拳 要通过放松 顺随 疏通静络 引动内气 内气结合 把丹田之气 一下很顺利的 要运用到 你要应用的地方 你用拳就到拳上 用肘就到肘上 用肩就到肩上 用肩就到肩上 用胸靠背靠等等 用什么地方 就把气 就输送到什么地方 要周身相随 集中一点 要讲勾手 勾手的要求 这五字合拢 合拢以后 用手腕提起 勾手 团结起来力量大 它的作用 第一 是五字合拢 团结起来力量大 它总比你这一个手指 两个手指的力量大 这可以解脱对方的勤拿 在对方在抓住你的手腕的时候 你赶快用勾手 然后旋转 把对方的 旋转 拿的力道 给它解化 化解掉 然后这个勾手 它还能起到一种 点击对方的要害部位 也可以起到一种击打的作用 向后向前向左向右 而且这个手勾起来 有便于这个手腕 手腕的进肌 你要这样点完 翻完 然后旋转 下肌上肌 左右旋转 这是用击打用手腕的方法 所以这个勾手 除了它的要求以外 在运行过程中 在旋转过程中 也产生很多种用法 这是手行和手法的一些基本要求 然后下面讲一下步行 步行在陈世太义圈老驾一路里面 主要的几个步伐 第一个 叫右攻步 像动作里面的蓝扎一 是很标准的一个 右攻步的方法 这个右攻步 它的意思 就是右腿为实腿 左腿为虚腿 它具体的重量的分布 叫三七分 三七分 太义圈的工步 它预期的长拳的工步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虚腿不能停止 所以它要求都是屈膝松胯 圆当 这有便于这个胯关节的放松 当内的灵活的旋转 所以陈世太义圈 在这个当部 它有当部的要求 所以当内自有弹簧力 灵机一转鸟难飞 所以它的机关和身体弹抖的发力动作 全部靠当和腰的灵活 来把静力催出去的 所以这是当的要求 所以它又有一个左攻步 第二个步行就左攻步 像单边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左攻步的方法 所以老驾一路的分部是三七分 它与新驾一路是有区别的 新驾一路是要求是四六分 这是两个工步 两个工步 两个工步的灵要求是在横方向 通过曲细松化 把灵求源 这叫在横方向既有开又有合 第三种步法就是斜行步 在斜方向把步开出去 然后身体是摆正的 而这个当它不是这样横方向的开源 它是这样的有点斜方向的叫扣当 这斜行也是一个很标准的一种步行 这个当的要求叫扣当 那两个左右公步 它要求是何当 这是第三种步行 第四种叫虚步 虚步 还有左虚步 右虚步 右虚步 像左虚步 六峰四壁 是左虚步 但是这个虚步的位置 是在这个右脚的中线 右脚中线 相距 三十公分左右 这是一个右虚步 左虚步 虚脚点地 它起到一个十分之一的支点左右 主要重心是在右腿 还有一个左虚步 就白额亮刺 白额亮刺的左虚步 它就在这个右脚的左前方 去用过屈膝松跨 放松下沉 把重心主要在右腿 这是白额亮刺的左虚步 这右虚步呢 就是金刚导队的上步方法 这个为右虚步 也是放在左脚的右前方 脚尖点地 屈膝松跨 周身放松 把镜主要放在左腿 这在套路里边 就出现了这些虚工步 可虚步 它还有独立步 独立步 就像 这个 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 这步法叫独立步 独立步 它要求提腿 然后脚要向那扣 扣起来 所以 扣刀 合刀 然后手推上去 这右独立步 左独立步 这样 腿挑起来 然后扣起来 这个叫独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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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高的 而且低的 它有坐盘步 你将 这个打脚的动作 插步 这个叫做盘步 这样坐下来 左坐盘 右坐盘 所以两个这个 坐盘步 还有一种 叫扑步 像缺地龙的方法 叫瀑布 这个瀑布 它就当不能坐在下面 所以这个脚尖也不能敲起来 这种步法 叫瀑布方法 如果叠刹呢 叠刹 脚尖可以敲起来 然后把 可以坐在下面 一般要求 是下去的时候 这刀 要立地 四指 也不是完全坐在下面 坐死的 所以这个 比那个要低一点 这个叫叠刹 不是完全坐在 坐在地上 坐死的 所以太义圈 他讲 刀能自有弹簧力 而不是 刀一下坐在地下 坐在那里不动 那个把刀一下 都坐死了 这只是 他的步行 步行有这么多种 下边要结合步法的练习 第一种 叫前进步 前进步 先做侧面的 上步的时候 与这个双手蝉翅 这个步伐相结合 抬手 一 这样上步 这先上步 然后再跟步 走 这样跟上去 所以这样一个上步 所以我 先向前 走 一 二 三 四 前进步 预备 一 二 三 四 二 这样做 然后 再多后退步 后退步 就像后铝蝉丝 结合起来 到一步 到一步 两步 对 好 再上 右步 好 预备 一 二 三 四 好 再多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四步 六步 八步都可以 连续动作 关键要求做的时候 要周身协调 上下结合 内外一致 连绵不断 这上步的方法 还有 另外一种 就是这样向前迈步的方法 前脚须脚点地 两手立胸前 然后向下旅 提腿 向前迈步 然后移重心 再向前上步 这是另外又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 它还可以左右 左右两侧都可以做 然后上步 然后上步 二 好 预备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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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四 好 再做这样的倒步 预备 一 二 三 三 二 二 三 二 三 三 三 四 再倒波 五倍 一 二 三 好 这是第二种上步方法 第三种上步方法 就刚才咱们做的 侧面缠丝 就是一马分钟的上步方法 刚才前面的两种 一个是 这种上步 第二个是 有上向下向前迈步的方法 这个动作呢 就由下向上 上步的方法 所以这个方法 就走下弧向上膨架 上步 一 二 再上步 一 二 这种上步方法 所以下边 把这种方法 连续上两步 预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再倒步 预备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好 可以再上 先上左步 一 二 三 四 对 再倒步 预备 一 一 二 三 一 好 好 可以放松一下 放松以后 这叫前进步和后退步 下边要做 左开步和右开步 先做单手的左开步 预备 一 二 三 三 四 然后右开步 一 二 三 四 好 下边再做 反面的 预备 一 二 三 三 四 四 右手的 一 二 三 四 四 好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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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一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三 三 四 这叫并步法 然后它还有 插步 也叫偷步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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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四 这叫并步 一 二 三 四 四 四 然后下边要插步 一 二 三 四 四 一 二 三 四 四 然后插步 是为了转身 然后一 二 插右部 右转身 再插步左部 插左部 左转身 所以在做这些插步的时候 都是随时都可以转身 然后插步转身 插步转身 无论是并步 插步 无论是并步 上步 退步 都是一种步法的练习 中定 也可以作为步法 也可以作为身法 所以选择 几个人 几种方法来练习 第一个 咱们选择套路里边的揽扎衣 揽扎衣是右宫部 右宫部 它要求下盘稳固 当圆不稳 屈膝松跨离身中正 松肩沉轴 然后手臂要自然 伸出保持弯曲 肩肘放松 呼气下降 这个主要练习一个右宫部 右宫部 这个右腿为实腿 这要占70%的力量 左腿为虚腿 占30%的力量 叫左右宫部 所以太极拳的宫部 与其他拳法的宫部是不同的 第二个动作 就选拳是单边 单边 把他又换到了左腿 叫左宫部 左宫部 就是霸重心 70% 移在左腿 右腿占30% 也是屈膝松跨 两脚 踏平 脚子 脚飞 脚后跟 都要踏地 永泉学要须 放松下沉 松肩沉轴 形成一个手臂 形成一个弧线 也不要靠前 也不要靠后 放在失中的位置 感觉周身都舒适 自然 这叫右左宫部 第三个动作 就选择一个 斜行部 步伐是斜方向 上这样的斜方向 然后伸发 保持正前方 这当 形成一个扣当的这种感觉 上下左右 立身中正 四方相合 放松下沉 一个斜行的动作 这些都可以作为 中定的步伐 和伸发来练习 好 第四个动作 就选择 这种 太极浑圆装 两腿平立 屈膝松化 所以这样 两腿 塌地 两手 还包于胸前 大子领劲 松肩沉肘 寒胸塌腰 心气下降 讲立身中正 再看一下 松化屈膝 松化屈膝 立身中正 头顶领劲 牙齿嘴唇微合 舌尖底上额 用鼻子呼吸 放松下沉 好 采用这四种方法 作为中定的步伐 和伸发来练习 下边开始做 正面 单手缠丝 这样做 右攻步 那重心 向左移动 手走下弧线 做顺缠丝 到位 然后 重心 再向右移 穿掌外翻 再松化转腰 带动手臂 走上弧线 做逆缠 所以 在走下弧线的时候 它为顺缠丝 在走上弧线的时候 为逆缠丝 所以这样一睡 所以这样一睡一腻 形成一个 胸前 橢圆形的 外形 走弧线 内径 走螺旋的 周身相随的 旋转运动 周身相随的旋转运动 词 我应该说 走上弧线 走上弧线 我应该说 你这有点 就不过 好 换左手 同样运动 向右移走下弧为顺缠 然后重心向左移松跨转腰走上弧为逆缠 当走后弧线 两膝左右旋转 身体松跨转腰 带动手臂 做外形走弧线内径走螺旋的旋转运动 好 这是单手的 下边再做双手的 双手结合起来 与刚才单手练习要求一样 就左右交叉起来 双手 带动手 带动手 双手正面蝉丝 在套路里边也叫匀手 重心左右移动 身体松跨转腰 带动手臂 做顺逆蝉丝的旋转运动 是两手交叉运行 做到由根到梢 由内到外连绵不断 好 所以屈膝松跨 时间长久 腿部有点紧张 所以再做一下弹腿放松 咳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组叫侧面蝉丝 侧面蝉丝也像懒杂衣一样开步 然后在身体的侧面向后 然后向下 再向前穿掌外翻 再向后转 然后向下走弧线的时候 让重心移到左腿 然后向前穿掌外翻的时候 重心再移到右腿 再松胯转腰 向后拉手 所以在身体的侧面 做一个无线运动 画圆旋转 这个动作要结合到套路里边 在老价一路里边有一个动作叫野马分钟 这野马分钟的动作就是这样做的 好 这样我对着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种旋转的范围 向后 向下 再向前 一重心穿掌外翻 所以这个动作 就是野马分钟的动作 这里边都包含有用法的 我回头讲老价一路的时候 再给大家介绍 好 左 左手的 这个要求跟右边是一样的 向后 向下 向前穿掌外翻 另外一边 然后再给大家看 边也得到 再给大家看 在这边 现在 是 好 后面做后捋蝉丝 后捋蝉丝 就随着重心的移动 身体的旋转 手 走下弧 手心向下 向后捋 右手跟着向前摆动 然后再捋右手 移重心松胯 转腰 带动手臂 做逆蝉丝的后捋运动 小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弹腿放松 下边讲第五组禅思法 就上步 双手缠 这个动作 就像金刚倒队第一步开步的动作 然后两手上篷后履 重心向右移 身体向右转 走上弧 然后放松下沉 走下弧 向前棚 上翻的时候 要松肩沉轴自然 然后随着重心移动 伸腰旋转 带动手臂 两手结合 在身前 做上驴 下棚 的弧线运动 所以尤其是在转折的过程中 要连绵不断 好 可以换步 换右腿在前 左腿在后 好 五组禅思法 就讲完了 下面我把后驴禅思和双手禅思 然后在对面 再带领大家 再做一次 所以它背后的 要跟着做一下 走 还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再做一下双手蝉丝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换波 好 换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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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